市長 各位媒體朋友 我剛剛台詞有一半已經被鄧姐講完了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剛剛各位經過這個就是 左邊這個白色的兩個球 就是中國衛星 盧森堡的中國衛星 各位剛剛看的左手邊 那個小小的碟子 就是我們英國的1位衛星 我個人呢 從6月開始呢 這個心情就像今天的天氣一樣 非常的高亢 非常的興奮 因為呢 受發佈這一年多以來呢 我們所這個部件的這個 非同步衛星網路 不管是周軌還是低軌 它已經做好全國 包括離島地區的覆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展演的是 難度最高的聯網視訊 因為這所需要的頻寬最大 如果這個視訊聯網可以成功 那你的LINE 你的簡訊 你的視訊會議都可以用 現在我們透過YouTube 連線到公共電視 各位媒體朋友有沒有看到 它非常的清楚流暢 不會有任何的Lag 這就是連線到 各位左邊的低軌衛星 這是非常的順暢 換句話說剛剛登傑說的 這個地方如果路段橋段 所有的固網行網全部中斷的話 我們還可以透過衛星 不管指揮中心還是民眾 還可以做這樣的收訊 好 那 我的展演大概就到第一章 最後一個地方 要讓各位看的是 現在在各位的左邊 這顆衛星就是我們的第五衛星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台灣 這邊十度 十點二度 在正前方向右十度 楊角四十九度 就有一顆低軌衛星 在我們上空 而這個中軌衛星在我們南邊 楊角六十度 就有中軌衛星在上面 替我們提供服務 好不好 那我今天的展演到這邊 是不是我們因為天氣的關係 我們看市場還沒要補充 那是不是我們一道一道樓下去做講解 來讓各位做聯訪 OK 謝謝 好的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歡迎各位記者朋友 參加我們數位發展部 非同步衛星緊急應變網路 推動成果記者會 首先向各位記者朋友 介紹今日訴發部的出席長官 政務部市長兼發言人 林怡敬市長 大家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任性建設師鄭明中市長 大家好 等一下鄭明中市長也會向各位記者朋友 簡報今天的記者會主題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請林怡敬市長來支持 OK 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都知道現在網路任性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黃部長在520上任之後 他推出了他的政策三支劍 其中有一支劍就是強化台灣的網路任性 那我們部長當時也宣誓說我們希望在6月底之前 這個網路的低軌衛星網路的全島覆蓋 我們鄭市長帶領他的部署們不眠不休的工作 那不入使命 終於在6月底之前 事實上已經完成了這樣工作 但是當然我們今天因為記者會安排的關係 事實上是晚了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多說 我們把這個麥克風交給我們今天的主角 鄭市長 市長我還是站起來好了 謝謝市長 各位媒體朋友 市長剛剛過獎後面也不休喔 但是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那為什麼我待會就讓我們微微到 我們剛剛也建設了我們的緊急應變對不對 我們立刻先上去採畫面 我現在外面是大的影 這就是我們部裡面 這個機關的文化相當有特色 在我們這個做 接下來我做的簡報之前 我們先看一段影片好不好 這是我們市長的構想喔 來 我們看一段影片 目前台灣全島籍金門 馬祖 澎湖 蘭嶼等離島地區 以可藉由OneWeb今年3月啟用的 關島地面站提供服務 並可透過衛星使用即時通訊 收看新聞影片等 今年下半年 OneWeb設置於泰國的衛星地面站 加入營運後 將可提供台灣本島及離島地區 全天候24小時的涵蓋 網路速度也可有效提升 未來 鄰近我國的衛星地面站 全數啟用後 OneWeb在我國提供的衛星通訊服務 將更加穩定 更可確保緊急情況下 台灣可透過非同步衛星應變網路 與國際保持聯繫 我們的影片其實已經結束 但是我想留在這邊給大家看 比較有感覺 剛剛看到有一個三角形跑來跑去對不對 我也跟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一起建立這個觀念 一個衛星的系統要有地面的終端設備 剛剛已經先給各位看了 兩個白色的球 還有那個碟子 第一個衛星就是終端設備 好 那上去下來 剛剛是泰國還有關島 那就是地面接收站 那第三個部分它就要靠天空的衛星 所以三個成分 終端設備各位剛剛看到拍到的 天空的衛星 還有落到關島日本泰國的地面站 才能夠跟世界各國無緣佛界 所以這個畫面讓大家更有印象 好 最後一個地方 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台灣的北緯23度 北緯這個緯度各位大概有個觀念 從市道開始是零 這是在印尼 所以我們才有23度 待會我介紹的兩個星系呢 注意到那個緯度 你就會知道我們是有涵蓋的 好 那我就開始做我今天的簡報 好 那整個我們這個非同步衛星的計畫 它的緣起各位都知道 現在大概沒有網路大概不行 所以說通訊網路它已經我們生 我們叫Lifeline 是我們運作生活 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 很重要的一個系統 如果呢它沒辦法使用 你一定會受到影響 我們第一個叫做影響視器 第二 這個衛星它具有緊急通話的能力 剛剛也介紹到了 如果橋段路段 所有的網路都斷 我們還可以透過衛星 這個可以提供我們國家 重要的軍政體系 很重要的緊急通話 好 在這個原因之下呢 我們兩年前我們決定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行星 那目標是要強化我剛剛說的通訊網路的韌性 各位我們都知道通訊網路有地面的海欄 然後海裡的海欄 地面的行動 固定電話 然後到衛星 天文衛星 那在衛星這次計畫呢 我們用一個 各位的新聞稿都有一個叫做多元一直 那多元就是用中軌跟低軌兩種衛星 那一直我們會希望 不管 以後不管是oneweb還是其他的星系 都可以進來 成為我們這個系統的完整的一個網路 這個 我們這個目標 所以目前各位剛剛看到有 SES 盧森堡的中軌衛星 Utoset OneWeb 英國的系統 低軌衛星 我們今年底部長已經有對話說了 其實700個這個非同步衛星 70個這個後傳電路 總共770 國外我們會有三個點 總共就773 那講這樣有點複雜 我們待會慢慢的說 這773到底是怎麼來分佈 好 在看這張圖之前 也請各位媒體朋友 先不要看它 你只要想像 平常你在用上網 第一 你的手機是不是看到 台客大遠傳中華的logo 這是第一個 透過基地喊 第二 你到了這裡有Wi-Fi可以用 你是不是接Wi-Fi 這時候你的手機的logo就是一個 那個微波的信號 或者是對不對 可以看到這個訊號 所以呢 平常的時候 平常的時候 這裡會有光纖 還有海藍 對不對 會連線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各位你平常的習慣 不管是從上次總統 像是一般的民眾 他的手機大概就是兩種 接你的用你的系統 台客大遠傳中華聯繫 第二 接當地的Wi-Fi 而我們今天的想定就是 這全部斷掉的時候 透過剛剛的終端 天空的衛星 地面的接收站 我們讓它火下來 換句話說 你的手機 這叫做後傳 基地台我們把後傳電路建立起來 或者你的Wi-Fi上網也建立起來 這個時候你的手機 不管是透過行動電話還是Wi-Fi 我們一個叫做後傳電路 這建立一個熱點 Wi-Fi熱點的建立 讓這個衛星通訊 一樣可以緊急做通話使用 這樣子應該很清楚好不好 就是地面接收 剛剛上面的碟子 天空的衛星 到臨近國家的接收站 我們建立這個鏈路 讓你的手機 不管是要接系統 還是要接Wi-Fi 都可以使用 好 那很快說明一下 剛剛其實已經看過了 這個就多說了 上面中軌衛星 我們現在用的8000公里在高空 各位我們常常用到的那個GPS 它是3萬多 因為它會跟地球同步 3萬多 但是一旦低於3萬多 它就必須跑得比地球快 所以呢 就是要8000公里中軌衛星 目前在北緯50度 對 涵蓋台灣 對不對 我們23度 以赤道來看 那它的上行 上行可以到100M 它的長寬高大家都看到 還有600公斤 兩顆 為什麼要兩顆 基本上 原則上一顆是夠 但是為了要 背緣 又為了要讓它穩定 所以它用兩顆來做 好不好 這是因為太高了 另外一個低軌衛星 1200公里 目前 在Wi-Fi這個系統 全國648顆 剛剛可以看到 那個山 有AB軌道 對不對 這邊是關島 這邊是泰國 我們上空有兩個軌道經過 每個軌道49顆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它仰賴的地面站 是關島 泰國 南日本 大概可以到200M 如果品質好的話 那重量就是30公斤 這是我們兩個星系 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很快要說一下 剛剛的這個中軌呢 我們現在只有 我們用九路的中軌 做為剛剛的基地台的 後傳電路 好 這個九路 我們全部涵蓋起來了 我們最南到太平島 左邊最上面到連江 然後剛剛我們看 我們書發部的樓上 是不是看到了 現在更有感覺 這九路 我們都見識起來 那今天最重要 是要告訴各位 最近的最新的狀況是 我們低軌衛星 全國離島 當然南沙沒有 因為南沙沒有在那個範圍 全部涵蓋起來 我們速度都測起來了 剛剛在樓上 它有102M 當然我們新聞稿給各位就是 平均至少有90M 那是下行 上行有14M 這個速度應該足夠我們做 包括剛剛說的視訊 或者是看影音 以上就是我們把全國的這個 06月底 在今年6月底以前 所以我剛剛說的 6月底 非常的亢奮 非常的高興 能夠讓我們全國涵蓋 我們做到了 這個就是剛剛市長說的 其實真的是 日啊太悶啊太悶 早晚都在想這件事情 好 部長跟我們說的話 說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泰國還沒起來 現在的涵蓋沒有24小時 雖然全國涵蓋 但是通話的時間 還沒有到24小時 所以呢 如果泰國起來的話 我們可以24小時 7乘2小時 誰上面在手裡都可以用 那這個時候 任何的 我們這再也不怕天災地變 任何的進行狀況 我們的國家軍政指揮體系 都可以來使用這個衛星網路 當然可以媒體可不可以有可能 那民眾呢 各位你們在4月3號 也看到金華 花蓮的天響的金華飯店 對不對 如果榮有餘育 我們會讓旁邊的災迷來使用 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可以在旁邊上網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我們政司長的簡報 現在我們進行媒體提問的流程 那在提問之前呢 有兩件事情提醒各位記者朋友 今天剛才我們政司長 他的簡報檔以及影片檔 都會提供給記者朋友 記者朋友可以刷桌上的QR Code 就可以得到剛才政司長的簡報 以及影片 那另外QR Code連結裡面 也有我們今天記者會的新聞稿 那第二件事情要提醒記者朋友的是 我們今天記者會是莊廠的記者會 所以我們今天不會開放其他的問題 只會開放跟非同步衛星緊急應變網路相關的問題 那等一下提問的時候 麻煩記者朋友先說明一下 您的媒體名稱以及您的姓名 好我們現在開始提問 好 央管 剛剛請問央管記者立軍 想請問一下 剛剛講說那個泰國下半年臺灣開通 那有沒有具體的下半年什麼時間可以開通 那剛剛有還有第二個是說 啟用前是不到24小時 那現在 就啟用後才會到24小時 那啟用前會是幾個小時 具體時間 謝謝 對 這個新系的開通地面站 真的是要靠oneway這邊的給我們 他現在坦白說 給我們的時間很不確定 所以我現在不能把這個時間講 因為講早了 大家期待落空 講完了其實又好像不太對 我們會真的會拼下半年 那oneway也努力在做 那剛剛你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現在大概一半一半的時間 差不多40分鐘可以通 就是剛剛那一小時 比如剛剛3點到4點對不對 大概3 大概有50 40分鐘的時候可以通 那其他的時間因為 新系的關係 他泰國沒有起來 所以就沒有通 你可以寫講師生一半一半 最穩定的話 我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可以想像說 這些低軌衛星 他不是固定在天空中的那個點 他身上是飛來飛去的 當這個低軌衛星 飛到台灣跟關島中間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衛星 跟關島那邊連線 但是當這個衛星飛過這段距離的話 理論上照理說 應該會有另外一顆衛星 剛好飛到台灣跟泰國中間 所以我們這時候可以透過這個衛星 跟關島那邊連線 但是因為現在關島的那邊 那個地面接收站還沒有建置完成 這是因為OneWeb 它是一家民間的公司 而它在泰國那邊 必須跟泰國政府 可能有一些 有些事情要work out 必須解決 所以我們預計是在 今年下半年的時候 當關島這個地面接收站也開通了 那泰國 抱歉 泰國這個地面接收站也開通的時候 那些時候 就是說不管任何時候 都剛好會有一顆衛星 要不然就是在台灣跟關島中間 要不然就是在台灣跟泰國中間 那時候就會有24小時的涵蓋 然後以後還會有日本 那以後就是日本的地面接收站也開通以後 那我們台灣的這個風訊就會更為 穩固更為保險 那謝謝次長的補充 各位想像這次海南站一樣對不對 有關島有日本有泰國 越多它提供的pipe流量越大 那這樣我們的頻寬就會更大 概念是這樣子 那各位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拼涵蓋 涵蓋起來了 我們把台灣做起來 那剩下的就是把24小時 全時間的通訊把它做到 請問在場的記者朋友還有提問嗎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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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是你們想問一下小事 那個就是那天台 024小時的涵蓋我們覺得 就等於說下半年 先等泰國開通之後 然後再來是日本的地面接收站 我們大概預期什麼時候可以到 就是低軌衛星可以全台涵蓋 而且24小時涵蓋 就是年底 就是年底嗎 就是今天年底 所以目標下半年日本也是下半年這樣子 兩個都是下半年這樣子 請問還有記者要提問嗎 好 自由要問 要問一些事 好來 謝謝 欸 市長跟市長 我自由時報指定 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之前有講過說 這個POC案就是越多合作商越好 那請問現在有沒有第三個合作商 現在目標下 好 那另一個是關於就是 因為今天講的應該都是跟非商用的有關 那商用的這個部分就是 是不是像 OneWeb現在開通以後 那是不是下一步就是 可能商用的衛星訊號就可以 提供給一半民眾 然後是不是中華電 有這個方面的打算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艾爾康是跟那個SES的合作 那艾爾康是不是有這部分的打算 謝謝 好 商用的部分我就越前回答一下 因為這個資源師 但是呢 其實概念是 商用他要走的程序 跟我的驗證是不一樣的 也跟市長報告一下 驗證 不需要通知監察 不需要接1019 不需要 不需要費率的審查 不需要營業規律的審查 這些監禮業務呢 所以我們可能只能說 技術上我們做到了 但是商轉部分 有一他的監禮的程序 那當然包括我們資源師 他要試照 他要審查 前段的審查到 後面網路的查驗 開通 讓消費者就可以申請 這整個程序 或是走另外一個process 而我們驗證是不需要這樣來做 類似就是實驗網路 可以不用這樣做 你第二個問題是 那個 中華電系 因為oneware這個東西 其實中華電台的代理 全面代理 阿爾康代理SES嗎 他也是個代理商 你要想系統都不是我們的 這就是Agent代理商 所以那阿爾康裡面已經拿到 中軌的商用的運轉 他就完成完備 正在走那個程序 我剛剛說那個程序 那市長 因為資源師有來 需要補充的話 再請資源師補充 有沒有要補充 如果沒有的話 對 有沒有要補充 就是在我剛剛說的這一塊 我們請資源管理師的科長 那我讓我從外面回到電視 那個 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那個 中華電信跟那個艾爾康 他們現在我們都已經 合准他們使用無線電頻率 他們現在的進度是 要設置衛星地球 設置衛星通信網路 他們 他們 又 其實 我們私底下 都有在跟他們 確認一下進度 到底到底 他們現在其實 有在跟那個 通傳會 因為網路的部分 還是要通傳會那邊去核准 然後 他們才能夠監製 他現在是在這個階段 那 至於 他們什麼時候能夠 又 在網路的部分 因為他網路還涉及到一些 一些 技術規範 然後還有一些 就剛剛有講通訊監察 那些 要一些完備的一些事情 可能 還要 還要再等他們 把那個網路把檢視完的 誘產提供出 問NCC是要審查 什麼 要取得NCC是什麼 那麼重要 那個 他們就是中華電信跟 就是 那些 中華電信跟艾爾康 他們 他們 像我們 申請完頻率 然後我們進行給他的 然後 現在他們要跟NCC 去確認他們的 民運計畫 跟網路設置計畫 然後 還有電台設置規劃書 這些的一些 就是 一些的 內容 是符合 NCC的規定 謝謝廖啟文科長 請問記者朋友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個 經濟 我確認一下 那個 剛剛有說到那個時間 一半一半 所以他是一小時下去切 對 不是像我們說一天 這樣子 所以他每個小時 然後只有40分鐘可以通訊 好 謝謝 大約是這個樣子 因為那個衛星量飛來飛去 所以 其實那個 現在等於說現在只有開通關島站 然後 泰國也還沒開通 那 泰國開通可以24小時 那南日本開通之後 又會有什麼時候 南日本開通之後 而且什麼時候開通 讓我剛剛解釋 他的流量就更大 可以讓我的頻寬更大 可以使用的頻寬更多 我剛剛不說嗎 他就當作海南站一樣 他就是一個pipe 下地 所以 都涵蓋起來了 24小時也起來了 如果再加一個地面站 的話 那我們能夠使用的頻寬就更高 就是能夠導出去的頻寬就更大 你把它當作大水管 再多一個大水管 那所以剛剛 啟文科長有說 如果 我們在台灣的系統 比如中華或者艾爾康 我們在台灣有自己的地面站 那就更棒 是更棒 所以南日本年底就會開通嗎 目標 目標 他有爭取台灣的地面站嗎 這個部分 我們是另外一個計畫 我們在 要換國客會 是不是有這個想法 因為這個也是安全的問題 是 好 來 自由 可以啊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因為這個 這一次這個POC的計畫 是兩年期的 就是今年底結束 那請問下一步 不是明年之後 有什麼樣的規劃嗎 謝謝 我們今天 在國客會有報告討論 明年國客會會再給我們 預算 繼續來圍運它 是 就是 這個是在國客會有太空計畫 這700個點 年底 明年1月1號以後 還要繼續的運轉 因為它有通訊費 甚至要備料 要圍運 會繼續往下運轉 國客會會給我們預算 預算是先每年7年了嗎 明年先給我們一年 對 還不確定會成年期 因為是用太空計畫 是 太空計畫 先一年一年給 對 我們都在 部長都在爭取 對 一次爭取四年這樣子 OK嗎 央管 央管 央管例句 想請問一下 央管 央管 就像今天這種大雷雨天氣 這種非同步衛星的這種東西 會有受到什麼樣的 是太陽風暴嗎 什麼東西的影響 也會 謝謝 央管這已經是專業了 我現在也很想上去看看 剛剛有102妹 現在有幾妹 我們都在抓數據 其實跟各位媒體朋友分享 我們台灣第一個星期 為什麼我會這麼有點亢奮 就是我們可以拿到很多的know how 不是在運轉它而已 這邊的很多像剛剛的雨摔 這樣的大雷雨 那以後我們有網管系統 那有終端 星系 這些東西都可以建立我們的 建立我們很多的知識 在我們國家 以後我們國家 中間還是要建立自己的衛星系統 是 所以很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也在測 現在正在測試 對 好 請記 那個可以請記者用做麥 我問一下剛剛的預算問題 因為只有說到明年國科會 預計會先給一年的預算 那該價格會落在哪邊 所以我們還在跟國會在談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都知道這個系統 兩年5.38億嘛 對不對 我們往那個方向去 一年大概才不一樣 你可以算一下 兩年5.38億是這兩年 過去這兩年5年 對 所以我們自己沒有統 大概估計說 維運的經費大概要多少 就是我們不用講說 可以爭取到多少 而是大概要多少 所以 媒體朋友很需要這樣的訊息 是不是 因為這個我們 跟次長報告 可能要跟國科會那邊的衛星計畫 統一對外說 是 可能要從那邊 從那邊統一對外說明 那基本上 因為我們這些中國衛星 跟地國衛星 它本身都是商業公司在營運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 當然是要跟他們做殺價 應該議價 應該講說有這個議價的流程 那最後到底會議到什麼樣的程度 當然我們會努力的 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辦法給各位一個數字 來 好 來 自由 像今天這種低軌衛星的 它的頻環應該就跟我們一般 就是手機使用的行動 騰訊或是WiFi不一樣 那你可以說明一下就是 它可以用到的服務 大概可以到什麼程度嗎 其實我剛剛跟各位媒體朋友分享就是 你不要把它想到後面有衛星 其實跟你一般在用一樣 是100媒 有時候你用Speed Test 有時候你在Speed Test對不對 也沒有100媒 那它可以做什麼服務 你LINE可以用 簡訊可以發 你可以收到PWS的地震簡訊 那你可以做線上的會議 那更可以上網 跟你所有的朋友做聯網 做視訊會議 甚至做直播 這100媒應該是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在說 它同時間給我100媒有多少 這比較麻煩 跟各位媒體也分享過 我們海蘭是Terra 是10的12四方BPS Bits Per Second的流量 而衛星只有Mega 差了60 或是100萬倍 所以重點是 剛剛說的關島日本 它可以提供我多少的流量 往外走 這個比較困擾的地方 應該說困擾 因為剛剛我們最後的結論 緊急通話 它不是提供公眾電信服務 它只能提供緊急通話 目前 那商轉又大 萬惠會努力的把站台擴充好容量 請問還有記者有問題嗎 央管的麗君 對 我還是不太懂 那你在這個通訊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用的是低軌的 來自低軌的還是中軌提供的訊號 央管的朋友 這個衛星很貴 所以平常不會給你用衛星 非常非常的貴 我剛剛那個白色的兩顆啊 都是好幾百萬的租金 對 一個月 上近百萬的租金 通訊號費 所以一般民眾 你就是用你的打個搭 用你的器材就對了 拿到我們這裡 就用我們的Wi-Fi 盡量用 那只有中災的時候 真的沒有畫 我剛剛說的路斷橋斷 所有的網路都斷的時候 我們會開啟它 我們會開啟樓上的衛星 讓大家來使用 當然部長優先 市長優先啊 因為流量真的有限 是 坦白講 如果真正發生 重大的事件的話 我覺得我大概也用不到 不見得用得到 因為這個 因為 沒有 對不起 這個是開玩笑的 那個 因為這個是 就是 當國家發生 一些天然災害 或者是一些緊急危難的時候 一個被源的 對外的通訊的系統 這個不是一般的商用 我們不會希望說 到時候每個人還是想 就是透過這個衛星 平常你還在追劇啊 看什麼 這個是 不是這個目的 OK 謝謝 請問記者還有問題嗎 好 那個中央社 我想再追問一下 就是說 剛剛因為我們今年 就是在做這個 飛同波衛星的驗證上面 最主要是4月的時候 地震就是從花蓮有行 用過一次 那我不知道說就是我們 推行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中低軌衛星都有 就是初步全台都有 涵蓋訊號 只是還沒有到24小時 那未來在做這種應用上 我們目前有沒有什麼 學習說 可能會面臨的挑戰這樣子 就因為 這種花蓮沒什麼 想問一下 謝謝 謝謝那個 中央社群思雲 我們今年921 會在 跟著消防署 在921的那個 故宮南院 對澎湖 還有對台南的安平 做演練 用這個第一個衛星 那就是說 你剛剛說的 我們很多的情境 需要去演練 因為最重要是要練習 這個衛星 是不是如想像中的 這麼好用 那它要應用在救災 消防的打火的弟兄 他們救災的時候 搭配無人機啊 搭配各種各樣的 終端的需求 來提供這樣的網路 救災網路的需求 所以我可以先回答 回答這樣子 是 剛剛上面兩顆 各位媒體 為什麼中軌 因為八千公里 它一顆其實就夠 但是為了要穩定 它再加一顆 所以 你把它當作互相備員 大家兩個都是主人 互相 但是 它的技術上就是想方設法 讓它非常的穩定 那但是那個低軌 只有1200公里 就差了快七八倍 它就 它那個碟子裡面 其實滿滿的 滿滿的天線 所以 是 技術上是可以做得到 它的穩定度做得到 是 請問還有問題嗎 像是 之後如果開啟的話 是公正不使用 不是公正的 目前 速發布這個計畫 七百七十三 三顆在國外 七百七十個 國內這個衛星是 供 軍 警消 然後政府 各地方政府 還有是 閣員 首長來使用 是 請問還有記者朋友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記者會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記者朋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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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